兄弟姐妹好,让我们听到以前,让我们先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给我们再次回到上帝你的说话的面前一同的研读 求上帝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的教训 让我们的心能够将你的道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求主席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真是活学主力的说话,并且辅助于实行 求天父,你与我同在 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 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很多时候,很多大姓姊妹都会觉得教会是一个由一连串的活动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甚至有些人会认为教会是一个要让人的心是很快乐的地方 于是乎有很多人将教会就塑造为一个好像一个善堂一样 为所有来到教会当中的人提供无尽的一些享受 让他们能够有很多的活动能够使他们觉得是欢喜快乐 于是乎九二九支教会就变成好像只是一个社团一样 失脚了原本的教会存在在这个地上 上帝要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虽我大胆那句,多的教会的从业员 大部分的都只不过是为了去教会里面找一份工作 从而可以去为自己找一些就业的机会 这些东西教会的从业员通常都很晓得去掌握人的心 知道人心中他究竟喜欢什么 并且就着你的喜欢来塑造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至于原本教会应该去谈论到人的罪 如何去认罪悔改等等这些题目 都被视之为很素兴的这些题目 甚至将这些的题目准备埋没 希望大家能够都只是开开心心 来得快乐那教会就可以长做长有 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可能只是可以塑造到一帮教徒 让他们很乐意的来开心买欢乐 赞取他们的捐献 为这些的从业员去提供他们的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上帝原本要教会扮演的角色 却是达不到 今天当我们去读到圣经的时候 我们更加是需要重新 回到教会原本上帝要我们所存在的目的 教会当然在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活动 但教会绝对不应该是建基于 只是一连串的活动 所以传道人的角色不是只是为了教会当中 去安排活动而去使得大家觉得很属灵 相反教会是应该要 要揭力去叫一个人从罪恶的当中走出来 并且能够彼此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 彼此的守望 揭力地活在主耶稣的教会 这个才是我们所谈论到的 这个教会彼此建立的目的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没有困难呢? 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多人都愿意做呢? 我在教会的抹养那么多年的里面 却是发现到很多时候 当我在教会去不断重复强调教会要以认罪悔改 行在主的道路的标准的时候 很多在教会当中的人都愿意生畏 甚至被知側旗 以脚去投票离开教会当中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再次回到雅各书 去谈论到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怎样真正最终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议人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 原来在教会在雅各书的群体里面 有一些的疑人竟然是被自己处内的人去迫害 比如我们先前已经看见 他们为这些有钱的基督徒去打工 但是却是黑扣工资 甚至要去告他们 这些情况 我们反而可以真真正正今天在教会都还见得到 作者雅各究竟他是想在这里 怎样教导我们去到实践上帝他的心意成为一家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呢 而不是仍然存留在一个这么混乱的状态 好像只是被欺负的状态呢 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 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至到第二十节 我们就是要去看到上帝怎样将这帮真正属他的人 称之为二人的 怎样重新放在一个有信心所建立为根基的一个使命的生命当中 不如我们先一起的打开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的去研读一下 读一下熟悉这段经文先 那我会为大家读出 那请大家也都留意了 下个书的第五章第十三节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由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第十七节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圣情的人 他狠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第十九节 我的大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叫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下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我再读一次 他说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 他就该过纵 第一节是要告诉我们知道 原来一个二人 他有一个使命在他里面 是要让他去测验人生 每一个片段其中 他应有的意义 二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是能够洞悉到 上帝在他人生的当中 不同的片段的里面 有些什么的意思 是上帝要将他放在里面 当一个有神给予使命的人 或者我们称为一个已经蒙恩得救 认罪悔改的人 他不单止是可以经历到 容许上帝给他生命当中 不同的经验 可能是快乐的 可能是不快乐的 他不单止可以有能力 面对这些经验 但并且他还能够掌握到 上帝在这些事情 所赋予他的经验里面 可能在过程当中 或者过后 都能够明白 上帝原来最终 你是想我经历这些事 是有一个原因的 雅各书的作者 明白到教会当时 有些人是受苦 有些人是喜乐 但是重点的不是 你和我是属于哪一个组别的人 重点的就是 你能不能够向神 作出恰当的回应 正正当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如何去回应 但是在喜乐的时候 你又如何回应呢? 喜乐的时候 一个义人 明白上帝心意的人 他会去不住仰望神 并且作出祷告 而当一个人 如果同样是属于神的 是一个义人 明白主心意的人 在喜乐的时候 他会去晓得 作出歌颂 以上这两项 在这里 雅各书的作者 写得这么清楚 似乎只不过 好像是一些人之常情 但事实上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 在喜乐的时候 就忘记了神 但是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就会去埋怨神 甚至我们自己去令命其他的帮助 结局 我们离弃神 这里就是圣经用了我们的罪的开始 这个我们将会在后面 从第14节至18节 会不会再更详细讨论 不过我们回到集中 在第13节 13节这里用了两对的排比句 让我们可以明白到人生有起有落的时刻 基督教并非是一个 只是为了改善你今天生活 而存在一个宗教 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基督教 是有痛苦就上帝会为你解决的了 起落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很少这么说 是上帝给我的 但是我们只是为了改善 才去送一个宗教 甚至我们会高举 耶和华神是最强的神 耶稣基督是那个满有能力的神 所以我们信他 他一定为我们解决我们的疑难 大兄姐妹 这个是今天教会 很多时候在神学上面 传错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甚至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上帝的时候 对上帝不了解 他的整个作为 不明白的时候 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假设了 我们自己是担当了 这个世界上的改革者 甚至有时候我们认为 我们做基督徒 好像上帝赋予我的力量 去拯救这个世界一样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同样的错误 什么才是今天基督徒 或者我们简单说 教会最终最根本的角色呢 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只是一个上帝 希望能够提供 给此有共讯的人 一起守望的一个团体 我重复说多次 上帝让今天教会存在 设立教会 而这个群体 是要让我们学会 在这个群体里面 一帮彼此有共讯 认罪悔慨的人 是可以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 都能够彼此守望 并且在这个光景里面 好喜乐的 或者是不起乐受苦的 在不同的光景里面 我们都能够一同这样 砌身在上帝这个旨意计划当中 并且一起守望 从而一起看见 上帝原来在我们当中 曾经我读过一位神学教授 他写过一本书 有关于感应的事 他在里面讲 其中讲得非常好的一点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他说只有一个人 他能够经历过苦难 甚至不断地去经历苦难的 基督徒或者信徒 才能够向神发出真正的感应 他这句说话有意义的地方 正正就是因为他没有去排除苦难 他本身的意义 他甚至没有去尝试要让上帝 拿走苦难 他却是要去享受在苦难当中 上帝怎样和他同在 怎样带他经过 从而他最终可以感应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困难 但是我们不是应该去祈祷 上帝将困难拿走 将苦难拿走 因为我顶不住 我不想受 你曾经说过照顾我的 所以你将苦难拿走 不要 这位神教授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苦难 或者我们倒转来说 起落都可以 其实是让我们去经历 如何去向神感恩 上帝 你在起落的时候 呼吁我们的起落 我多谢你 上帝当我在苦难的时候 你又陪着我一起走 我感谢你 而你甚至将一帮弟兄姐妹放在我身边 跟我一起共患难 这个我更加要感谢你 所以弟兄姐妹 下个书的神学 其实真正就跟我所看到的神学博士 教授他所写的这个有关于感恩的题目 的神学是不谋而合 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真的勇敢踏上这条 这样的使命的道路上面 明白洞悉岛上帝在每个不同的时刻 都有他本身的意思在后面呢 有时为何我们做不到呢 其实可能我们真的需要回去福音最基本的地方 我们真的有没有认罪悔改 把生命放在上帝的主权当中 还是我们仍然自己去控制自己的人生 以为我自己做得好 我的标准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会经历到真正的向上帝感应那份的喜乐 好了我们不要停在13节 我们继续去看第14至18节 为了熟一点再读多一次 第14至18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由没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以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圣情的人 他狠切祷告求不要下雨 宇宙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天走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逃产 在第14节至18节里面 作者不单止承接上文 说我们作为一个有上帝生命的人 或者简称教会或者二人 究竟他们可以不单止看见上帝在每个时刻变断的心意 或者当中他想我们经历的原因 在这里作者要进一步推动我们去积极参与这个二人的人生路 亚古书的作者在这里是以谈论讨告的题目 甚至好像和合本在这段的命题上 实际上写着有信心的祷告 没错这段经文的而且确是谈论了很多关于祷告的项目 也引致了不少在基督教里面 很多不同类型关于祷告的讨论或者神学实践 但是在这段圣经其实我们最终要关心的却是 谁参与在这一连串的讨告的活动当中呢?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参与的人抱着一种什么的侍奉心志而去讨告呢? 首先很多时候教会的讨告的教导都是强调去求 讨告就是去求东西 好像很多人不行就去庙里求东西 但是教会很多时候将讨告完全等同于好像求一样 所以有时候更加衍生的话要集体去求 所以就衍生有这个所谓代求的神学 但请大家留意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四节 十四节也要这样说 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 他就该请教会的掌路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由抹他为他讨告 你没有留意到 在这里当他谈论到 祷告代求 或者真的需要有人去一起祷告的时候 谁去发出这个代求的邀请呢? 原来这段圣经所讲到的是 他是正正受患漫的人去发出这个代求的邀请 而没有治病的行动 也 erklären只有对于代求的邀请 那份的積極性促成了其他和他身邊都同樣有共信的人 我們稱之為二人一起走上這條祈禱的屬靈道路上面 或者與神同行這條屬靈的道路上面 而教會就起著這個促進的角色 因此不少的信徒當我們今天去看一下有關討過的事 我們究竟對討過的理解是怎樣 會不會只是由家人或者自己有病 我們於是去找教會當中所謂得高望重的人 包括牧師、長老、執事會主席去為他們討告 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的討告比較厲害 因為他們靈氣比較行 所以他們祈禱就有效一點 但其實這種說法其實是迷信 我們一會兒再看看究竟他怎樣迷信 但我曾經遇見過一位牧者 當他完了崇拜之後 他都會站在教會的門口 和每一個聚會的弟兄姊妹握手 然後就說祝弟兄姊妹能夠把上帝的道理實踐 願神賜祝福給他們 但有一次我排隊的時候 在我前面剛剛有個姊妹 跟主任牧師說 牧師你今天說得好 不過有些事我想找你幫忙 牧師就跟她說 你想我幫你什麼 我想跟你一齊明天 早上不知幾點鐘 我就會去探望我的丈夫 她去了醫院 我很想你去為她討告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逢星期一通常都是教牧同工的休息日 當然教牧休息不一定代表沒有服侍的弟兄姊妹同工 這位主任牧師就回應這位姊妹的要求 就這樣說 說姊妹 明天我就休息 並且有些事情要預約要做 不如這樣吧 我就跟你安排另一位的教牧同工 跟你一起去醫院 為你丈夫一起給一次守望討告好不好 這位的姊妹很不高興 她說牧師我一定要你去的 因為你是主任牧師 如果你不去的話 其他的傳道人來祈禱就沒有那麼有效 我丈夫就不會那麼快好 但這位的主任牧師就回應她說 其實無論哪一個傳道人 甚至是弟兄姊妹 只要我們一起是願意為你丈夫鄉神 一起仰望討告的話 特別是認罪悔改的討告 上帝是同樣都聽的 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 或者華人傳統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很多時候 病就經常都用人有犯罪 然後就認為他就是病的源頭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甚至在聖經裡面 例如在《揚庵福音》第九章當中 有很多人都仍然是用這種思維 把病和罪連起來 我應該這麼說 罪會不會導致一個人病? 會 但是病不一定是那個人有罪而去導致 這種的觀念 其實很多時候正正就是把信徒帶離開神 我們以為我們信耶穌 好像是信了他就是幫我們驅魔自邪 好像我們信了一些無依一樣 弟兄姊妹 來到這一段的經文 特別我們去看一下 在第十四節至十六節裡面 縱使談論到好像討告和醫病 兩者好像放在一起 有病咯 那就討告就搞定咯 但是我們更加要同時更加看清楚 作者在這裡是強調到 當時的人究竟他們有什麼的病呢? 是從什麼導致到他們病呢? 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 在十四節 這個談論到 在我們中間有些人病了 但是可以請教會的長老來 為他們奉主的名 去抹猶為他討告 那這個陳述呢? 其實正正要講清楚一件事 給我們知道 他們為什麼會去病 然後要祈禱 然後去抹猶 因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聖經裡面 每逢我們看見 要去抹猶 要去討告 一定是涉及於被鬼附的情況 而這個 這樣的介紹 其實早在新約的福音書裡面 已經講過了 這些我們今天不再詳細談 當人在熟靈的生命上面 他仍然和魔鬼撒旦 他是同為一夥的時候 他有病 在這樣的病的時候 作者也要談論到 抹猶 其實這個猶 是用作來去醫治 因為被鬼附 或者是因為他跟隨魔鬼撒旦做事 而害到自己身上有角色的病的時候 這些猶 是醫藥的猶 來去醫治他們的病 而討告也是為他們的靈命上面 再重新去交在上帝的手上 所以這個這樣的解釋 我們可以從剛才所讀的經文 從第十六節當中 更加是清楚地去看見那個 原來他們的病 不是一種物理上面 而病那麼簡單 而原來是涉及信心 不認罪 導致被鬼附 或者是隨從魔鬼撒旦的指望活著 然後導致身體有病 我用一些簡單的例子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全部的例子 譬如一個人 他是要吸毒 他甘願去吸毒的時候 拒絕上帝的教導 不去愛惜自己的身體和生命 在這個時候 他吸毒 自然在他身上受到傷害 他願意隨從這些壞人的思維去走 結局怎樣 結局 自己受到傷害 而在這段聖經就可以用著 我們邀請一些教會的長老 來為他抹油祷告 希望他能夠生命回轉 而藥油的意思就是 可以為他身上的一些病 去做一個醫療的作用 當然吸毒就不可以用茶油 就治得好 如果可以的就不用有這麼多戒毒中心 但是在這段聖經裡面 我們仔細去看看 作者其實很強調 怎樣挽回這些人 在第15、16節裡面 談論到有幾樣 譬如第15節的上半節 這裡談論到信心 這些討告是要用信心去加上 換句話來說 祈禱的人不單止他自己要用信心去祈禱 而且是要期望祈禱被代討的對象 回到一個信上帝的心裡面 第15節的下半節 這裡談論到什麼 罪与赦免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這裏作者說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是怎樣 因為他可能藉著在你為他的信心的討告 可能讓他重歸於上帝的面前 然以脫離他自己的罪 因而獲得神的赦免 第16節的上半節也在這裏談論到 彼此守望和認罪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在這裏順帶提一下 彼此認罪 認罪是要彼此的 要主動地和對方認罪 第16節下半節 這裏更加重要的談論到 原來參與這個人 不是一般的 只是存留在教會裏面的人 存留在教會裏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可以有信主的人 可以不信主的人 可以有假信主的人 可以有無信主的人 而這裏聖經特別好清楚界定 是什麽人 原來參與的 是二人祈禱 本來講 當教會當中 有人有病患發生在當中 反而會成為神 要加速教會裏面 眾二人走上二路上面 一個催化的工具 我再重複說一次 當教會裏面有一個人 或者有些人 他患了病的時候 原來他們的角色 是吹化教會裏面 所有的人 一起走上這條 二人應走的道路 為他彼此代求 為他彼此認罪 從而我們可以更加 使得這個群體更潔淨 教會的成立一定是一班 認罪悔改的人 如果不是認罪悔改的人 那間不是教會 而那些人如果不是認罪悔改 而進入教會的人 那些也不是疑人 所以從這段聖經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然後在這裏 作者擔心我們不明白 於是他在第十七、十八節裡面 就借用了 以利亞先知的一段記載 作為一個例子 給我們看看 這個例子怎麼說 他説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聖情的人 他懇切討告 求不要下雨 宇宙三年零六個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討告 天就降下雨來 地也生出土產 其實這段聖經是記載於 或者引用於 在這個列王幾上的第十七章 和第十八章裡面 特別當談論到 以利亞去討告這件事 是在第十八章 第四十一至第四十六節 作者為什麼要引用以利亞這個例子 他要強調一點 他強調並非以利亞 以利亞好像超人一樣 有一些能力 於是他才能夠達到 上帝要他的侍奉 使上帝的子民得到栽培 不是 作者要強調 原來即使在傳統上 很多人以為以利亞 是上帝當中 所看中最好的一個先知都好 但以利亞的聖情 其實跟我們一樣 以利亞其實他自己人生 在他侍奉的裡面 其實很小膽 他看到有些東西他就縮沙 他看到有些被迫害的時候 他就躲起來了 甚至求死了 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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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是云云先知 當中被捍衛 好像是最好一個 其實他跟我們也一樣 不過 但他願意 走在上帝的裡面 他會積極地參與在上帝所安排他走的 Guer니 他有软弱,好像我们也会有软弱 但我们软弱过后会回头 重新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去走 而不是我们软弱,我们也软弱了,继续软弱下去 相反,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 在列王纪上18章41-46节,我们不看了 大家回去自己看,直着他狠切的祷告 可以叫各人的灵命更加贴近于神 哪些人呢?原来告诉我们知道 原来除了伊利亚之外,上帝还留了好几千个先知 同样都是没有屈膝于巴力面前的 他们同样都是这么有信心 是面对被逼迫的情况 看见节目 当人能够信神的命 他就会同时会贴近神的心与神同行 他就不会再因为他有任何罪恶或者病患 而于是乎就说,算了,算了,算了,那就离开上帝 伊利亚的祷告是期望见到神的作为 有没有留意在这里所说 他祈祷天就不下雨 他又祈祷天又再下雨 并且怎样呢?并且使他能够再次见到地生出土产来 其实这些土产我们可以回应在第五章第七节里面 经过好像那些农夫忍耐到底的时候 在经历秋雨春雨的栽种期 最后生出宝贵的出产来 最宝贵的出产是什么? 就是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见到神并且能够贴近神的生命生出来 长起来 大英姊妹 二人多番受到苦难 其实是要操练我们的忍耐 其实这个主题早在第一章已经说了在雅各说 所以我们见到苦难的时候 不要只是停留在自己的遭遇 哎呀,好苦啊 其实相反地我们应该要指望 我们能够更积极地去靠近神 贴得更近神 你的上帝你的心意究竟是什么? 我们怎样才能够走在一条二人的道路上面呢?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不断轻诉讼 彼此的遗仇彼此争夺 最后这个根本不是教会来的 这个教会只不过是一帮人 走来只是寻求利益享受的地方 甚至是自我满足的地方 教会不是这样的 好了,来到第三个部分 第十九至十节 让我再为大家读多一次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当二人积极参与在上帝安排了所走的道路当中 或者我们简单说 事奉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原来所发生的见证 是可以能够将罪逐一的去埋葬了 来到这本书的最后的两节 作者为二人的事奉作出总结 教会必须参与在挽回走迷真道的人 这个事供事奉当中 本来说,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神的子民 我们称为蒙恩得救的人 从神直着耶稣基督看他们 我们是一个二人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参与挽回人 从走迷失路离开真道的光景 回转回到上帝面前的工作 谁就是这些走迷真理的人呢? 按照雅各书的前文我们可以很清楚 原来在雅各书所读的群体 作读者的群体当中 有些可能是甚至做教师 或者牧师 传道人 有些是做生意的 还记不记得那些 自己说明天还是今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道多久 也不知道去哪里 接着他一定会做一年生意 一定会赚钱 记不记得那些随便开金口 去说亮话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伤人 或者那些很富有的人 甚至邀请弟兄姊妹教会的人来做 包括有黑扣工资的人 这些就是走迷失去真理的人 今天的教会如是 昔日的教会有 今天都有 所以教会有充满各式犯罪的事情 不是新鲜的事来的 但是当这些人走迷失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义人 我们曾经受过迫害 受过迫白 但是我们能够顶得住 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让我经历这些事情 是为什么 原来最重要是为这些 走迷真道的人 希望挽回他回来 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众司是曾经受迫害的人 受过苦害的人 原来我们的角色 原来上帝精精 也都用回我们 拯救那些 原本要迫害我们的人 作恶害我们的人 甚至在教会当中 为非作大的人 雅各书的作者 在教会当中 真正明白真道的人 要了解这一点 挽回一个失落的生命 是一件可以影响深远的事 所以雅各书到最后第五章第二十节 作者这样说 他说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遮盖这个字 其实是等同于用泥土去埋葬 或者埋葬 当我们能够挽回一个原本 走迷失路的人 原来我们可以埋葬 或者埋葬很多的罪 因为昔日他所造成的伤害 所带来更多的罪恶 所衍生的问题 可以直接拯救一个人 他在回转 而这些事 这些坏的影响 被埋葬 弟兄姐妹 哪个书的教训 会不会给你 和我了解到 原来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的方向 和我们真正面对教会的实际情况 是充满挑战的 很多人都说教会 和我最初所认识的教会 很纯洁 很和平 很平静 很舒服 变得很不同 其实雅各书的作者正正想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存留在那种我们的幻想里面 教会很平静 很和平 这是将来去到上帝的时候 在永恒里面的现象 今天在地上的教会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现象 不是我们怎么会在新约里面 看到 耶稣基督 保罗 雅各 彼得 甚至其他种种的传道人 好像约翰 他所写的书信 他所写的福音书 全部我们都看到教会里面一塌糊涂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实在很难受 雅各书 雅各书正正将这些难受的东西全部搬出来 是不是想我们很难受 很痛苦 雅各书的作者正正是想我们面对现实 没错 我们今天处的教会是难受 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都不知道有多少难受 甚至雅各书自己都受到教会里面的人迫害 对于雅各书的正点的问题 不断的用很多的方法去否定 但时至今天我们看见雅各书里面的教导 却正正就是中正教会问题的下怀 让我们明白到 教会我们是需要带着理智去面对它实质的生活状态 教会 没错 你期望它是和平 没错 你期望它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地方 是 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 这个就叫成性的过程 而成性的过程当中 上帝就用很多磨练 使我们能够在过程当中 练正准确去看到 上帝其实要我们有些什么地方 要将它不好的磨走它 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要不住认罪悔改 而不是只是认过一次罪 然后我就去受证 当然有些人不认罪悔改都可以去受证 这些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回这里的情况 作者其实要告诉他 我们教会其实在历史当中是饱受很多的实际困难 但是为什么仍然压纳不到呢 教会 好像瓦局书一样 经历了这么多年来 被人去指责它不是属于正典 因为它正正就是上帝的意思 上帝的说话 正所谓真金不怕熊炉火 不能够经过引诱迫伏连 而仍然压纳不到的话 是正证不到我们真是属于上帝 到了最后 作者将这个二人 要将我们放回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很多人经常说 使命人生 要去寻求那些 所谓荆涂海浪 如何去serve the wave riding on any wave 好像要为人生很多的困难 好像滑浪那样 但是圣经里没叫我们这样走 圣经正正是叫我们 不要稳意 去走下去 这些波浪去画 叫我们只看到有波浪 甚至波浪会来到的时候 我们如何 晓得回应 圣经是教到我们 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何能够向神 看见原来 还在这个波浪的里面 上帝原来你让我看到 上帝原来你和我一起走 上帝原来你扶着我走 上帝因为我信得过你 你能够陪着我一起走 而我也是信得过上帝 我跟着上帝你走 而实际上上帝你真的与我同在 所以最终以人得着的 是一份最大的感应 完成了他信心的操练 练得一身的坚毅的忍耐 然后继续面对在永恒当中 我们所相信这位的主 我们这位的神 所以雅各书从开始到最后 告诉我们知道 我们要忍耐 忍耐的确不容易做 但是作者就用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弟兄姊妹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三样东西 就能够帮助我们 去练好我们的信心 喝晓感恩 因为神与你与我同在 让我们同心讨论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能够给我们在 好几个星期的里面 能够一起去思想压书当中的教训 感谢你能够给我们看见忍耐的重要 而我们的忍耐不是盲目的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忍耐 是让我们察厌神 学晓看到你跟我们同在 陪我们走人生的路 也我们愿意主动走在上帝 你为我们铺牌的路上 我们献上感谢 多谢你能够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教导 藉上雅各书 能够让我们的信仰 能够进行一个翻天覆地 跟实际的一个功课 你让这些学习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 坚立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能够重新在上帝你面前 活出一个主你所契约的生命 配称为梦恩得救你一个语人 我们同心祷告 梦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明智亦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